Green Hill Rehab Clinic 專業醫師多種治療方法及療程 为您打造一个 更胜从前的健康体魄 电话905-886-8399 好 继续回到投资有道的时间 这一节和大家看看 我们加拿大方面 这个交易所收购 其实有很多大银行和大型退休基金 组成的风业财团 之前提出收购多年多家育所的方案 虽然出价比对手浪吞教育所更加高 似乎吸引力更加大 但是在TMX方面 之前也拒绝了风业财团的收购案 不过是这样 风业财团再接再来 重整方案 也准备和TMX方面再谈 其实Steven 看到这个风业财团似乎也都没那么容易收手 而且他们也有加了一些新的成员进去 变成了似乎今次成事的机会会不会大一点 我觉得会增加增加一点 因为这次这个实际是风业集团最后一次再提出他的新的方案 因为在6月32的时候TMX他的一个投资者就会进行最后的对于伦敦交易所他们投资他们方案的最后一个表决 那么现在我觉得在新的一个风业财团他们提出的方案之后 其实整个情况面对了两种意见 对于TMX他们的一个投资管理层来说 他们的一个管理层来说 他们很大是倾向于对于伦敦交易所的 他们极力是倾向于伦敦交易所这一收购的提案 因为他们一来觉得两者进行合并之后 对于他们的市场能增加他们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然后再加上伦敦交易所为了保证这一次的合并成功 已经预先支付 已经预先了七个在董事会的职位给多伦多交易所 那么所以说在这方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管理层比较偏向于这一点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 对于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 因为枫叶集团直接是绕过了一个管理层 直接对于投资者来提出了 打了两张牌我觉得 第一张是经济牌 也就是说提出了直接的37亿的现金收购 比伦敦交易所多了两亿 然后又有一个未来的股权的一个收购的一个方案在里面 那么就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好 高于那个伦敦交易所 同时又打打一个爱国千金牌 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伦敦交易所 接管了多伦多之后 对于加拿大是一个损失 等于说加拿大失去了自己一个交易所的控制 那么对于它的金融市场 对于它的金融人才以后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流失 那么也就是说 对我来说在迎面上 似乎因为有这两者的一个存在 在经济上的一个提高 然后又加上一个爱国牌的一个存在 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个分业集团在它的一个迎面 不过这样在这个TMX方面 似乎它们仍然是比较喜欢在伦敦方面的出来的方案 还有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 对于这个TMX的股东来说 对于跟伦敦交易所的合并 似乎对于股东的利益是更加大 因为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 很多在这里上市的都是一些资源的公司 伦敦方面同样都有很多不同的资源的公司 在那边上市 两个交易所合并之后 将会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资源公司的一个交易所 另外每年的交易预计可以达成4000亿元 变成似乎对于TMX的拓展国际业务方面 似乎跟伦敦方面合并比较好 对两者合并之后 对于他们可以是多很多交易所 达到一个国际上更加大的一个交易舞台的存在上面 所以说这也就是他们关于曾觉得 他们对于未来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现在这里 是的 看到这个丰业财团他们 基本上应该就会在这几天就跟TMX方面 就是再谈那个收购方案 看看到时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 说完这个丰业财团TMX之后 说一说资源方面 最后油价仍然在大概100元左右的水平 刚刚昨天也有点动力上升 在这两天 由早开会之后谈不成增加的产量 变成了油价有点上升回到102元左右的水平 其实这么高的油价 很多人都叫苦连天 特别是一些开车的朋友 入油都是非常贵的 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有消息说 可能会动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来降低油价 其实讲明的战略石油储备 其实应该就是打仗的时候 或者是很紧急的情况才用 但是是不是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来降低的油价 似乎都不是一个那么明智的举动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保证它现在有90天 在缺少云油进购情况下 有90天的油量 那么说如果是动用这一部分的油量 一下子投入市场之后 在供需平和上一定会是供大于求 这样情况下是会降低的油价 但是因为另外要考虑一点 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是它是在战略层次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一部分 在一旦提出那么多的石油 作为降低油价之后 在不短的未来之后 一定会同样更加来进口大量的石油 来补充其自己本身的一个 石油战略储备 达到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那么欢迎我说 现在石油可能价格会降低 但是过了可能三个月 六个月之后 石油反而会有 又会有因为供求原因的调控 反而还会有所上升 始终都是自表不自本 如果真的要降低油价 可能动用石油储备 短时间可以降低油价 但是似乎仍然都没找到 就是说真的推高油价的原因 那么变成 似乎动用这个石油储备 只是一些短暂性的措施 不过相信奥巴马方面 其实也有很大的政治压力 失业的问题这么严重 加上又说很多的经济问题 都似乎未解决 变成油价方面 或者是汽油价格 美国民众也都非常惯着 似乎可能这方面 他们都要做些事情 究竟奥巴马方面 会不会动用石油储备 大家拭目以待 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到下星期同一时间 早上9点钟继续 在财经310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